电脑上少女竟然化身为天使 不费一兵一卒直接秒杀大boss 今天秀叔这家伙又见识到了城市里的新东西 那就是店长手中的这台DVD 店长一脸神秘的告诉秀叔 这台DVD可以播放影片 也可以玩电子游戏 而且更棒的是 附近的录像影片店正在搞活动 全场八折 而且店里的东西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找不到的 好家伙 这可是宅男福音啊 这店长也是个好人 为了丰富秀叔的日常生活 竟然主动把DVD借给了秀叔 不过尴尬的是 这一幕竟然被优美给装了个正着 两个人只能谎称这DVD是用来看英语的 这别角的理由 彤彤也是很无奈了 平常上课还在呼呼大睡呢 放了学会回家看英语 鬼才相信呢 下班后的秀叔直接来到了录像厅 他环顾四周没有熟人以后 直接快步走向了旁边的成人区 果然是健康系统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 这日本的录像厅还真是各种少儿不移呢 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蝶片 秀叔这坦克的小手都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张了 就在秀叔终于下定决心选择这50张的时候 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念先生竟然带着右将出现在了他背后 这一刻秀叔修得满脸通红 恨不得有个地方能让自己钻进去 原来念先生是带着右将来买最新的网络游戏的 这张蝶片还可以和电脑一起进行游戏 看到秀叔很感兴趣的样子 念先生直接送了他一张 不过被念先生这么一偶遇 秀叔倒是不好意思去买成人蝶片了 带着游戏蝶片回到家以后 秀叔忍不住第一时间带着小鸡做到了DVD前 一想到可以和秀叔一起玩游戏 小鸡也是十分兴奋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人际配玩了吧 不过再高兴之余 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秀叔可是个电脑白痴 这家伙连注册账号都不懂 在打电话反复询问了念先生以后 秀叔这家伙还是无法连接 带着小鸡看了一整页的说明书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导致第二天秀叔直接又睡在了课堂上 不过老师对这一切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放学后秀叔只能把新宝拉到了自己家 果然新宝比他自己要靠谱多了 三两下就连接上了服务器 眼看着新宝忙完又回房间学习 秀叔直接一把把他拉了过来 来都来了就一起玩会呗 总是一个人偷偷摸摸学习怎么能行呢 不过这游戏看起来倒是很牛皮的样子 人物的设定就是他们本人 甚至还可以设定成其他人物的样子 你看新宝的人物就是老师的模样 这一小子还真是有点东西 谈笑之间秀叔突然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小鸡不见了 秀叔那么疯狂的奔走寻找小鸡 可是哪里都找不到小鸡的踪影 直到遇到念先生他们才知道 原来这游戏中有很多区域划分 主要目的就是限制每个区域的玩家人数 大概是因为这个区域的人物已经满了 所以小鸡被分配到了其他的城镇中 听到念先生的解释 秀叔更加接近暴走了 明明说好了一起玩游戏 怎么能让小鸡一个人去其他地方呢 秀叔这六神无主的样子 直接让一个路人无情的嘲笑 看起来是个小奴隶的人物 背后竟然是一个油腻大叔 幸好念先生有面子 否则还得一会扯皮呢 秀叔启动暴走模式 开始地毯式搜索小鸡的存在 突然在他的面前 一群冒着绿光的小泡泡挡住了渠路 秀叔本来想用自己的宝剑杀出一条血路 不过他低估了那些怪物的承受力量 最终又是念先生给他解决了麻烦 可是突破了一关又一关的难关后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小鸡 第二天无精打采的来到学校 直接爬到课桌上开始睡 不是 我说你们也太不把老师当回事了吧 放学以后的秀叔跟打了几血似的 想着今天一定要好好学习 结果小鸡一提到打游戏的事情 秀叔这家伙又抛弃了自己的原则 拉着心宝和思默默再次开战 然而无奈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次 小鸡又没能出现在画面里 秀叔倒是很执着 坚决要闯入另一个城镇 直到找到小鸡 就算面对面前的大boss 也没有丝毫的退缩 不过这大boss的实力太变态了 所有人都被他打倒在地 变成了残血 就在大家以为游戏会这样失败的时候 秀叔仰天长叹一声小鸡 小鸡竟然真的从天而降 而且浑身发出耀眼的光芒 就如同天使一般降临 而且更诡异的是 小鸡出现的那一刻 地面上的大boss竟然直接灰飞烟灭 游戏就这样结束 小鸡对于游戏中发生的事情 竟然毫不知情 就连另一边的念先生也很是好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鸡身上还有多少惊喜 是他们不知道的呢 我是彤彤 我们下期再见吧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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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ah